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洋人 壮岁出家 顿了玄礼 慧昌沙泰 浅积黄浦寺别业 大宗出护教 因樊弱邑就居 其子自广陵来敬 与见寓于怨门 不复能事 乃问曰 从见大德安善 见子之东南 直寄去 河门不出 其割爱如此 这个公案就是河门巨子 河门就是门关起来 他就 巨绝跟他儿子相认 这也是在唐朝 洛京洛阳 广爱寺 从见法师 他是南洋人 南洋是现在的河南 壮年时出家 这个壮年是三十几岁出家的 三十四岁到四十岁 这个时候属于壮年 不久顿悟真空庙有的旋礼 这个旋礼就是开悟 顿悟就是开悟 他悟了这个真空庙有 当然也不是一般人 是已经开悟的人 在唐朝五宗会昌五年 这个时候三五灭佛 唐五宗 这个五宗他是遵从道教 毁坏天下的佛事 这个生理都赤令凡属 这个就是唐五宗时候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佛教受到很大的摧残 排斥了 从见大师他就逃到房府 每一个温泉别墅 别叶就现在讲的别墅 在这边隐居 躲在等于是一般民间的一个住家 你的室宴不能住 你进去室宴 你出家人他不让你住 给你赶出来叫你要凡俗 那么到了唐宣宗 这个五宗灭佛 到了唐朝宣宗大宗 那个年初的时候 他又开始恢复佛教了 因为他前面 这个五宗他毁佛 这个佛教徒也没有去反抗 到了宣宗 他就又恢复佛教 又恢复起来 于是这个重见法师 他再回到洛阳 洛邑就是洛阳的别称 洛阳自古以来 就很有名的 因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就是在洛阳 白马寺 那个第一个佛寺 那这个也有点像海贤牢上 被赶出去 事业不能住 被赶出去 参加劳动 还要当队长 还要吃锅边菜 后来呢 文革结束了 他要回到寺院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在唐朝这个重见法师也是这样 他要回到自己 以前常住的这个寺院 他回去之后呢 那他俗家的儿子 从广灵来看他 广灵也是一个地名 那可见得他有结过婚 结过婚生了儿子才出家的 就像跟佛陀一样 结了婚那有儿子他才出家的 他儿子也想看看他父亲 但是啊 离开很久了 可能他这个儿子很小 他就出家了 那长大了呢 他也就不认识他父亲了 这听说呢他父亲出家了 在这个洛阳啊 这个广爱寺 听说他父亲在那里出家 那就来找他父亲啊 来看他父亲啊 这个我们从世间法来讲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儿子 来看看父亲 这也是 我们一般讲啊 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虽然出家了 但是啊 过去还是有这个 父子的关系嘛 这个我们一般人啊 当然 是不会去季节的啦 但是来了之后呢 他就问啊 跟他父亲在室宴门口 遇到了 他已经认不得他父亲了 就问重建大师啦 就问说呢 那个重建法师在吗 这个重建法师 他明明知道是他儿子 他知道是他儿子 他儿子不认识他了 可能已经 他出家多年 他很小他就出家了 不认识啊 那重建法师他就不承认啊 不跟他相认啊 那手就指着东南的方向那边 他说那个重建法师 住在那边那个方向 你去那边找 他儿子就往那个东南方去找了 去找了之后呢 那重建法师 他就把门关起来 就不再出去 跟他儿子碰面了 那这样忍痛割爱啊 不和亲生儿子见面 这种工夫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公案啊 那我们做什么感想啊 我们大家现在都出家了 出家有的也是结过分啊 有儿女啦 你儿女来看你 你不让他跟你见面吗 这个恐怕不容易啊 恐怕很难啦 那么我们就世间法来看 这个太洁情了 那怎么可以 出家人怎么都 没有血没有泪啊 这个好像 台语讲啊 无非无法晒啊 怎么这么洁情呢 一般世间人都一定会 认为是这样的 这个出家人太洁情了 儿子来看他 他都不见面 不跟他相认 这个也就是说 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呢 他一个区别的地方啦 所谓世间法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世 叫世间法 出离六道叫出世间法 那么我们 为什么众生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呢 第一个因素就是有淫义 这个在《言结经》讲 情爱情止淫义 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啊 有这个身 生了你就会死 生老病死 受这个苦 那你要超越六道轮回呢 你不放下这个情止啊 你就永远在六道 虽然出家啦 这个头 生出家 心没有出家 你还是在六道里面 所以出家 真正出家 出生死家 出烦恼家 出三界家 出这个家啦 不是出这个世俗这个家门 那现在 我们 大家要 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 大家剃度的时候啊 也都有念一个 一所记 流转三界中 情爱不能脱 恩爱不能脱 这个出家去 入无为啊 真实报恩者 那这个 就是说 你真正入无为 超越六道 那就真正报父母恩 生生死死的父母 我们都连累了生生死死的父母 养育我们 生老病死 生离死别 互相哭泣 无量寿经讲啊 一死一生 谍相互恋 忧外解腐 无有解实 思想恩好 不离情意 生生死死就搞这个事情 非常痛苦 那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的因素啦 你这个没有放下 六道出不去啊 还要再连累 来生还是的父母 永远啊 就是这样一直下去 那么在世间法的报恩 它一生一世的 就是一个阶段性的 那这个 你真正出家脱离六道 那真是 报生生死死的父母恩啊 真实报恩者 也不会再连累以后的父母啦 也就不会啦 所以这个一般人他就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 当然他也不能接受 绝对不能接受 因为我们生生死死这种情爱情质 习气太很重很重 不容易放下 所以为什么说出家 他会将相所能为呢 做大将军做国王 他能打仗 能够治理国家 你叫他放下这些情质 他放不下 所以四十二章经佛跟我们讲啊 勞裔有善事之旗啊 妻子无远离之念 勞裔就是说你被抓去关啦 那有一天啊 你会被放出来 而且你被关在间勞裔啊 你会很想待在那里吗 不会 虽然被关在那里 你一直很想早一点出去 但是呢 妻子而你啊 在这个勞裔啊 你没有远离之念 这个勞裔是什么 三界六道生死人质 这个大勞裔 一般人他不想出离的 所以什么叫出离心 出离六道生死人质 生死心切 出家是为了这个事情 那这个说起来好像 讲一讲是 也很容易啦 但真的要放下不容易 我自己有经验啊 虽然没有成家 没有这个 但是 以前在俗家呢 我弟弟这个 这个小孩子啊 包括我大哥 他几个小孩子 他从小都有带过啦 这有感情啦 出家那个时候啊 真的是捨不得啊 但是我出家最主要的动力啊 年轻的时候也有动这个念头 那不强烈 是我父亲过世啊 看他那么痛苦 那时候是最强烈的 所以 父亲过世49天才出家 所以那个打击太大 生离死别 哎呀 这个生死真的是大苦 真正体会到 但是出家了一段时间呢 还是 这个亲情还是挂爱啊 所以 如果我有结婚啊 我自己想想我自己啊 我决定放不下 除非你受到那些 像 生离死别 那你不放下 你也得放下啊 但是他就死掉了 那你 你能怎么样呢 是不是啊 除非是遇到那样的 像我父亲走了啊 那我又能怎么样 看他在那边痛 在那边 我想替他分摊一点 也不可能 那你又能怎么样 你也无可奈何啊 你不放也得放啊 这个古大德啊 他出家 都有他们真正放下的 红一大志 他一个日本的太太 他出家他就闭关 那日本太太要了见他 他就给旁边的侍者讲 你去告诉他 我已经死了 他说我已经死了 他意思就是说 以前我在 在世俗那个 李俗童已经死了 那个人不在了 他就是不见 那如果犯错我做不到 放不下 人家为什么会成就 放得下 真放得下 但是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啊 也要真放得下才行啊 灵命中想到 七者而你啊 那你怎么去西方呢 所以这个不容易啊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是做不到这个 顿舍啦 但是慢慢淡化 时间久了也慢慢会淡化 就是不会那么 不会那么执着 不会那么执着 所以如果有儿女的人啊 也常常要想起一句话 就是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啦 儿孙自然 他来到这个世间 自然有他的福报啊 我们也不用为他太操心啊 就是慢慢淡化 到最后还是要放下 但是我们要常常想到呢 我们现在放不下呢 但是实际上啊 到最后 没有一个不放下的啦 大家去想一想这个事情 到最后 《无量寿经》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读诵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气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不讲得很清楚吗 我们来这个世间单独来生 没有人陪伴我们 死了也我们自己走 也没有人陪伴 纵然同时死 死了之后 个人也走个人的 也不在一起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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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这样的 你在恩爱的人 到最后 你还是要分开啊 你不放下 你也得放下啦 所以这个放下呢 就在我们心地 放下 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公案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这个不要太 要慢慢淡化啦 就像我们念佛功夫啊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这些情爱啊 很熟悉啦 你要慢慢生疏 念佛啊 很生疏慢慢熟悉 像我们功夫才会提升 不能像你那样 哎呀 整个心里都在挂念这些儿女 那个 那个叫细念啊 那个不是细念阿弥陀佛 是细念 儿孙啊 事实上讲啊 饶益有善事之起啊 妻子无远离之念啊 这一句话就是 事实啊 妻子儿你 你放不下 但是这个牢狱是 让你在六道轮回这个牢狱 你没有想要处理 没有 从来没有动这个念头要处理 要了生死 但是被抓去关啦 你很想出来 所以 佛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比喻啊 让我们去体会 这个 世间 为什么六道轮回 那你现在出家 你要超越六道轮回 你这个不放下不行 就出这个家啦 这要懂啊 不是出家啦 就是 放个衣服 Tick a down 这个 离开这个世俗的家 我们敬老和尚过去长讲啊 出一个小家 入一个大家 这个家都更大 这些我们都一定要明了 所以我们要慢慢去 淡化这些事情 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公案啊 我们也做不到这样 你做不到之前啊 你还是要见啊 不要你儿子来啦 你女儿来啦 门关起来 我从今天开始不见 如果你学这个样子 你心理真放下是可以啊 如果门关起来 哎呦 心理更牵挂 那倒不如见见 还比较好 对不对 要不然关起来 哎呦 现在我又不想见 但是又很想见他 你心在那边纠结 大陆人说纠结 你要纠结不如就见了 所以这个心理真放下 那心理真放下 其实 见不见也都无所谓啦 你真放下 那见你也不会去 信念儿女 你还是信念阿弥陀佛 那个见如不见 那个也是无所谓的 啊如果你 你真正放下说不想见 那是可以啊 如果没有真正放下呢 我建议还是要见 还是要见 不然你会更牵挂 恐怕他来看你 你没有看到你就自己跑回去 再去看他啦 那不是更麻烦吗 是不是啊 我是说真话嘛 所以这个学习这个啊 我们要知道他那个标准是那样的 我们要靠近他那个标准 提升啦 我们是一下做不到那样的一个标准 我们做不到啦 一下子都全部放下 我们现在学呢 渐渐化 渐渐淡化 不像过去那么细念 要把那个细念 而你那个心啊 来细念阿弥陀佛 所以过去那个田辽平基士 跟那个韩西友 他们两个都三东人 田辽平他人高大 很壮 那这个 这个韩西友 小小的 他今年九十九岁 那田辽平是八十四岁往生的 他们年纪差不多 好像现在变大一点 那有一年这个田辽平说 他七十几岁出家啦 他说哎呀我要做老沙咪 我说要做沙咪要去扫地啊 他就 我在家里做爷爷 现在出家要扫地 要插地板 说这个 这个 师父规定了 那你说你就要做这些啊 你家里爷爷 人家要侍奉得好好的 现在出家 他要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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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你是小师弟啊 所以这个你 你要做啊 后来呢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他去跟着图书馆去达拉斯打火器 那打火器呢 他都剃个光头 他如果穿个海星什么的 所以到达拉斯去啊 人家去拜见要去找净空法师 第一次来 以前没见过 都以为他是净空法师 看到他就一直拜 他说 我不是净空法师了 我是他的徒弟 那有一天啊 他就给我们师父讲了 他说 师父啊 我现在 儿子孙子都大了 做爷爷了 退休了 其他没什么牵挂了 都放下了 但是他说 还有一桩没放下 我们师父说 哪一桩啊 我那个小孙女两三岁 好可爱啊 一回去就 爷爷爷爷 我那个心都被他拉走了 后来我们师父给他讲 他说 你现在啊 人在达拉斯在美国 你心是在细念你台湾那个小孙女 他说你把细念小孙女那个心啊 给他放过来 细念阿弥陀佛 那你就成功了 大家去 好好去想想 就是我们现在细念什么 那这举出个例子啦 当然这个是 儿女这个情长啊 这个是比较重的啦 但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也是细念很多东西啊 昨天这个这个 我看到我们脑上这个 这个这个开示啊 我觉得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好像是讲到我的毛病了 我从小就贪吃了 我们兄弟当中我是大概最贪吃的 从小跟我父亲啊 说真的杀生吃肉啊 嘴很馋啦 所以果报是什么 大家都看到啊 现在四高 四高怎么来的 吃出来的啦 暴饮暴食啦 也喜欢吃吃鸡的啦 这讲到我的毛病啊 这讲到我的毛病啊 我们脑上有讲一句啊 也讲到我的毛病 他说如果想到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没有放下 那这个真的对我来讲是当头棒喝啦 那真的啊 我想想哦 自己反省一下 那真的一天到晚在想吃什么 想吃什么 那你哪有在细念阿弥陀佛 你细念你自己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细念五一六成啦 细念明文立养啦 细念那些东西 心真正挂念的细念是那些 不是阿弥陀佛 那我们练佛呢 真的是有口无心啦 那个细念啊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心没有在上面 如果心细念在阿弥陀佛 时刻他都不会放松 都不会放弃 昏妙都不会放弃 那真正在细念 那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心啊还是细念其他的 所以最近我自己一直反省自己 哎呀 心里面太多东西了 但是这些细念其他的呢 这个就是《无量寿经》讲的 大家每天要读诵啊 读诵也要解义啊 要了解那个意思啊 世人共争不及之物 不及就是不重要的啦 大家是真那个 不是紧急的不是重要的 那什么是紧急呢 了生死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生死 这个是最急的啦 这一桩最急的 反而变成最不重要的 那不重要的反而变成最急的 所以这些我们大家要互相共勉啊 这个好好的去思考啊 这些经意 所以大家找课念《无量寿经》 我们俗读《无量寿经》啊 就是方便我们记忆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天天提醒 那进一步要去解义 了解他的意理 那再进一步就是要 你在生活当中要去 去落实 去修 所以读诵是为了受辞 那么才为人演说 自己没有去修辞啊 这个讲啊 我们也是没有心得 所以还是要从自己啊 落实开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贵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不要忘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